這個答案是肯定的 空氣污染物有分為兩種 一種是粒狀的空氣污染物 另外一種是氣狀的空氣污染物 粒狀的空氣污染物呢 從灰塵、塵蠻、霉菌、動物的皮屑 到惡名昭彰的PM2.5 細懸浮為例 都包含在裡面 PM呢 它的原文是particulate matter 意思是懸浮為例 2.5的數字 表示的是這個粒子 它的直徑 要小於或等於2.5微米 這個size有多小呢 它大概是不到我們頭髮的二十分之一 所以它可以從經由呼吸的時候 進去跑到我們的肺泡 穿過微血管 然後在唇身累積 因此有許多研究都已經證實 PM2.5在身體裡面的累積 會造成我們呼吸道的過敏 氣喘 還有心血管疾病的高血壓 心臟病 還有腦中風 甚至是我們最害怕的癌症 肺癌 像小朋友的成長發育 還有孕婦的早餐 也都被認為和PM2.5有關 那除了粒狀的空氣污染物之外呢 另外一個就是氣狀的污染物 氣狀的污染物 從我們生活中常見的 廚房油煙 二手煙 拜拜的時候的燒香 氣機車 工廠的廢棄 還有新裝潢的甲醇 這些東西也都有研究顯示 如果在我們環境中的濃度越高 就越容易引發我們呼吸道的一些過敏啊發炎 久了話也是有可能會致癌 這題的答案也是肯定的 因為啊我們室內的空氣 是比室外的還要不流通 所以室內的空氣品質 是很有可能比室外還要糟糕的 怎麼說呢 其實我們室內啊 本身的空氣污染物 就有灰塵 塵蠻 美菌 動物的皮屑 油煙 二手煙三手煙 或是油漆等等的 再加上室外進來的 髒空氣 等於說整個室內 都被這些空氣污染物的過敏源啊 累積的濃度越來越高 如果我們沒有去改善它的話 當然會非常容易引起 我們呼吸道的過敏 這個時候 要如何選擇一台好的空氣清淨機 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選擇一台好的空氣清淨機 首先我們要注意它的濾網 一個好的濾網啊 它要能夠同時捕捉 力狀還有氣狀的空氣污染物 才能夠進而降低 我們過敏發生的機會 所以說 擁有 HEPA濾網這個配備 是非常重要的 HEPA它的原文 是 High Efficiency Particulate Air Filter 這個P particulate這個字 就和PM2.5的P 是同一個字 所以我們知道 HEPA濾網的能力 就在於 能夠過濾力狀污染物 從動物的毛蟹 灰塵 塵蠻 到細小的PM2.5 都可以有效過濾 去減少我們過敏發生的機會 維護我們長期的健康 那另外一個重要的濾網呢 就是活性碳濾網 活性碳濾網的角色 它是負責去吸附 氣狀的污染物 而且還可以消除異微 它能夠減少我們 呼吸到過敏發生的機會 然後也可以維護一個 我們居住空間 好的生活品質 還有一個數字 是很重要的 我們要去看 就是CADR Clean Air Delivery Rate 這個數值的意思呢 是表示 這個空氣清淨機 每小時可以輸出多少 乾淨空氣的能力 所以當然數值越高 它的能力是越強的 最後 我會去看 這個空氣清淨機本身 有沒有國際知名的協會去認證 例如說 英國國家過敏協會 美國家電學會 還有能源之星 有研究顯示 其實有10%的人口 都有對寵物過敏 那如果是在氣喘的族群裡面 更是有高達20%到30%的人 是對寵物有過敏的 那什麼是寵物過敏呢 其實啊 它就是在人類跟寵物 只要有短暫接觸的時候 比較輕微的 可能就皮膚 開始有一些 紅疹 癢疹 那或者是會 打噴嚏 流鼻水 眼睛癢 紅腫這些 那如果更嚴重的 可能就會 引發你的呼吸困難 咳嗽 或者是氣喘 跟寵物如果有長期的接觸 也有可能造成 對寵物過敏的人 開始有慢慢的 呼吸比較困難 或者是有慢性疲倦的感覺 這些都是寵物過敏的症狀 寵物過敏是怎麼發生的呢 其實就是在動物身上 它的皮屑啊 口水飛沫啊 尿液啊 還有其他排泄物 這些都是常見 對人類的過敏源 很多人養寵物會在意的短毛長毛 其實寵物的毛髮本身啊 它並不是過敏源 只是說 這些毛髮 它在空氣裡面飄 那它就會吸附一些 空氣中懸浮的過敏源 那進而還是會造成你的過敏 那就更不用說 這些養寵物的四組啊 它可能在不知不覺之中 就把身上 這些寵物的過敏源 帶到每個地方 包括工作的場所 或者是學校 引發這些 沒有直接寵物在身邊的寵物過敏 這個不一定喔 其實啊 除了跟寵物直接的接觸之外 間接的接觸 也是有可能引發寵物的過敏 我們寵物身上的皮屑啊 口水飛沫 毛髮 這些東西 重量都很輕 它可能會在空氣中 飄到好幾個小時 那另外就是 有一些布料的家具 像是沙發啊 地毯啊 床啊 甚至是你的衣服身上 都可能因為接觸過寵物 就有殘留皮屑 所以這些狀況 不是家裡有養寵物 才會發生的 我們就更不用說 養寵物的四足 它是有可能在不知不覺之中 就把寵物的過敏源 從家裡 帶到它工作的地方 帶到學校等等 要如何減少對寵物的過敏呢 我們這邊從四個面向去切入 第一個面向 就是寵物的照護與教養 首先 我們可能要教育我們的毛小孩 就不要去上床啊 不要跳上沙發啊 避免上地毯 等等這些容易堆積 寵物過敏源的一些布料 我們主人的工作 寵物的清潔一定要做好 包括它外出回來的時候 腳腳的擦拭啊 然後定期要去幫它洗澡 定期的幫它梳毛 以及說要定期去看看 它皮膚身上有沒有什麼狀況 再來就是我們的窗戶啊 其實要定期的去打開 去保持室內外空氣的流通 最重要的 就是要選一台好的空氣清淨機 這台空氣清淨機 它要有HEPA濾網 還有活性碳濾網 能夠捕捉我們空氣裡面 各種過敏源 第三個面向 就是個人衛生跟健康 我們一定要記得常吸收 然後適時的戴口罩 以及有一個健康的生活Lifestyle 運動 飲食 都要注意 才可以有我們強健的免疫力 最後第四個面向呢 就是 要尋求專業醫療的照護 如果你的症狀嚴重的話 應該就要去諮詢專科醫師 除了可以抽血做過敏源的檢驗之外 醫師也可以開藥物 去幫你降低過敏的症狀